前原主食品的少奶奶安晨宇 去年的時候是和他的前婆婆鬧上 當時前婆婆和她媽媽原本是說 還要到她的住家來看小孩 沒想到安晨宇開門之後 他的前婆婆卻拿手機到處錄影跟拍攝 事後安晨宇是以妨害命令罪來進行提告 而檢方後續也將前婆婆來起訴 今天雙方兩人再度來到北院開庭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畫面 可以看到安晨宇面對記者的問話 是沒有多做太多的回應 就進到了法院裡面 那其實雙方在先前的時候 就和婆婆的紛爭一直不斷 之前婆婆邀請安晨宇來到她家 沒想到卻提告她侵入住宅以及竊盜 雖然安晨宇是獲得不起訴 但她也對前婆婆進行反無告的部分 那麼當時事後這個婆婆闖入她家的時候 這個藝人黃鐙輝夫妻也在現場 那麼今天在稍早的時候 黃鐙輝妻子也已經來到北院這邊 一同來開庭 後續雙方會有怎麼樣的攻防 我們持續為你守候